完了三天的時間了 來這邊做個成長分享吧 在粉專部分官方有補充了一些情報 後續的版本是會有組隊副本的 而且還有跨服戰場 所以這一陣子的單機情況就稍微忍一忍吧 禮包馬部分目前有14組 然後下方的這一塊就是預約獎勵的部分 就像我到昨天才知道有黃阿瑪寵物 所以我昨天才領出來而已 如果我們還沒有領到的朋友們 你就看一下我的禮包馬你們能不能領吧 現在是早上的時間了 大部分的任務我都已經做完了 推關部分我推到了第十章就先停了 因為從這個章節開始就會產生出不同的差異了 而在寵物部分也解鎖出四個 如果你生錯的寵物還是可以進行分解 它能返還支援 寵物這一塊未來還是會有變動的 因為目前才第三天而已 基本的配置都是以攻擊為優先 寵物部分也可以進行升仙 它會拉高技能等級 所以越多章的寵物其實到越後面 它施放技能的效果還有它的機率相對的會變比較重要 而現在是前期部分的寵物卡也不是很多 所以這一塊就先放一邊吧 基本上都先搞輸出是會比較好一些 關卡的BOSS很吃輸出的 目前我等級來到34等 然後戰力64,600 百人到場還沒打 目前是109成 那這支影片就來分享一下我的技能配置吧 大家注意一點就是 我本身是有各雙卡的 還有一兩個33塊的禮包吧 花的金額大概在750元以內 所以對於無課玩家或者是重課玩家 基本上準確度可能會比較不夠 畢竟每一個人的情況是不同的嘛 課金的程度也是不一樣 那我們先看一下角色的部分 第一天你在玩的時候 除了可以選性別之外 你還可以選五個職業其中一個啊 我選擇就是劍士 所以你就會多出一個劍士 如果你選擇是弓箭手 你就會多出一個弓箭手 你在搞組隊啊 要走不一樣的模式啊 你就可以玩個雙弓箭手啊 雙格鬥士啊之類的 比較正統的就是一個職業一位嘛 那開頭選職業啊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當你來到了第10章了以後 就會接收轉職了 所以你一開始選的主角 顯得就會起到一些重要性了 而其他的夥伴部分都要等到50級 所以主角可以先進行轉職 而在劍士的轉職部分 它有分為劍術示範 還有教團騎士 看一下技能預覽 劍術示範其實它就是主力輸出啦 基本上是要給眾科玩家去體會的 因為敵人的攻擊力都是很強的 你必須要有強大的防禦力去進行支撐嘛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就需要大量的金卡 或者是金裝來維持全排的坦度 平民玩家的部分 一般應該都是選坦克 會比較實際一點 搞了坦克以後 基本上就是全坦了 但是它還有帶一些些的輸出啊 而右上角有職業變更 如果你反悔了 在第10章的時候啊 你還可以重新轉換職業 要注意的就是 它職業變更說明還是要看一下 尤其是你的裝備類型 如果和職業不符的話 那會比較傷腦筋一點 那就先來分享一下我的技能搭配吧 在劍士部分啊 我的技能搭配是這個樣子 屬性點的部分 我都是用推薦加點的啦 體力是比較高的 相對的它的輸出就稍微弱了一些 基本上連擊我有用過 但我覺得就還好 所以又把它改回來了 技能效果部分 可以點問號這裡 最好比第一個 聖盾狀態 也就是劍士的第一個技能 當你使用以後 可以進行嘲諷 就直接進入聖盾狀態 那坦度就會再提升了 那技能組的部分啊 很多都是兩個技能為主的 要不要配到兩個技能一組 就看個人吧 目前我是覺得 現在這一套可以用 我就不會去改它了 然後冥禁止水 算是劍士相當重要的技能 因為它可以大幅提升存活率 第三個就是打斷 這個打斷技能是很好用的 平均在5秒的時候 會放一次招 敵方也是一樣的 所以走一輪大概就是需要20秒 一場戰鬥大概可以兩輪吧 當你打不過的關卡 你就看一下BOSS放招的獨條 然後你再取決 這個打斷你要丟在哪一個技能 戰鬥部分後面我們再來做介紹吧 法師部分啊 那技能組就很單純了 從普通魔法變成高級魔法而已 放的位置大概是這個樣子 而輸出的部分法師很強的 無論你要進階還是你要突破 輸出角為優先 因為在戰鬥部分會至關重要 再來格鬥士 技能配組 我是放這個樣子 當解鎖了31級的暗殺 格鬥士的輸出就變得非常強 而前置技能就是仰眼 所以基本上這兩招都一定要放上去的 然後放1、2組這個樣子 或者是3、4組都可以 最後就是奶媽 技能組搭配會是這個樣子 這是第一個技能 第二個技能 第三個技能 第四個技能 四個技能 我會這樣子配的原因是因為 格鬥士 第一個技能 它可以進行打斷敵人司法 暗殺也可以進行打斷 但是它是有機率的 也就是格鬥士的部分 1跟4技能都有打斷效果 法師部分 二技能 他的冰凍魔法是有打斷效果的 戰士 我會在第三技能打斷 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每一輪輸出都可以去進行打斷 這是一個比較懶人的方式 再來格鬥士的第二個技能 可以驅散敵人的爭議效果 奶媽的部分 第三個技能也可以進行驅散 而第四個技能 是可以清除我方的負面狀態 所以進行每一場戰鬥的時候 每一個迴圈都有角色可以去進行打斷 附屬技能又可以驅散敵人的爭議效果 還可以清除我方的負面效果 我的配法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們看一場戰鬥吧 進行戰鬥的時候 先看一下左上方的秒數 在5秒的時候 其實BOSS他就會進行司法 戰鬥統計的部分 藍色的那個毒條 就是寵物的輸出 像這一關就會有特定情況 敵方放招的時候 空間撕裂 沒有打斷到 那在技能的選擇部分 我就會把打斷移到第二個技能去 然後再看一下這個戰鬥 打斷了 這樣之後就變得非常順了 技能基本上都有打斷到 所以戰士的打斷技能非常好用 不是調2就是調3 進行搭配 不過你發現你的坦度真的不夠的情況下 你也可以去更改屬性點 就像坦克 你就把它全部改成拉提力的 那就不要點力量 用這種方式是也是可以的 今天是第三天會進行獎勵結算 然後就會發放各式各樣的禮包 接著我們就來進行轉職吧 我比較擔心轉職以後 那打斷技能會不見而已 這是他轉職後的技能預覽 有6種 進行轉職 叫我穿機式 轉職完成了 你可以看得到 這武器已經不見了 如果你是通知業 你還是可以直接穿起來的 屬性點部分 初期我還是會選擇推薦加點 到時候 再依據情況去進行更改 技能部分打斷效果還在 因為大部分的關卡 打斷技能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夥伴的突破部分 對於奶媽的突破 我還在考慮當中 因為我想要先讓輸出再突破一次 要看的全部都是打輸出 因為畢竟他只有40秒的時間 所以你輸出只要一搶的話 就能直接點過去了 所以輸出還是優先去進行提升會比較好 至於弓箭手的部分 我就沒有選擇去玩了 弓箭手還是有他的優勢在的 尤其是在於復速的敵人 配上法師清怪是非常快的 格鬥士的部分優點就是 單體攻擊很強 當時選他就是為了打王用 其他的那些PVP 我也不是特別注重的 反正我只要能推官就好了 當你來到了40等 歲月星辰需要消耗50平 所以建議就是把歲月星辰 都用在輸出上為優先 以上就是這三天的情況 那麼本次影片就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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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 4 4 8 8 9 9 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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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